哇,Rachel,你今天的打扮很漂亮 不如我們來個五連拍吧 你的攝影技術可以嗎? 準備,1,2,OK 下一幅,下一幅 準備好了 第二幅 OK,繼續繼續 背景又漂亮,人又漂亮 第三幅了 好 第四幅準備 準備了 對,笑得開心一點 OK 第五幅了 1,2,5 完美 太好了,快點給我看看 但是,看回剛才第一幅 好像差了一點 不如我們第一幅再來吧 好 嗯 對了,這次好很多 那不差再拍一幅四 四,你想我死嗎? 你第一次不好好拍 關人隱智 Hello,大家好 我是Jacky 歡迎收看新一集的脆波波 今次我們又要介紹日本的卓遊 又有一份就是Sashi大神的作品 為什麼我們這麼喜歡Sashi的遊戲 就是美術有夠精緻 內容有夠有趣 如果你沒有玩過Sashi的Bot Game 不要跟我說你是Bot Game迷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唉 今次要介紹就是這個Win the Flame 是一個2-4人的純卡牌遊戲 但大家絕對不要小看 這個遊戲的機制非常非常獨特 以下就為大家詳細介紹 Win the Flame 來來有7款顏色 各由1號至12號的卡牌 7款顏色各一張Goodshot卡 還有一張標記遊戲 進入特殊階段的Sunset日落卡 當然還有遊戲的Q卡提示卡 全部的數字牌其實是一幅幅的相片 2人遊戲的時候 用當中的5款顏色 3人遊戲用6款 4人遊戲用全數的7款 遊戲設置由洗牌開始 先將所有會用到的數字牌洗環 再平均分為6搭 然後將日落卡 隨機放入尾椅的那一搭任何位置 再將它們搭起來形成牌庫 接著到Goodshot卡 2至3人遊戲的時候 用4都一邊 而4人遊戲就反轉它用3那邊 將這局遊戲之中 對應的Goodshot卡 拿出來 回到正確的一邊 然後排成一行 接著下來 就要設置我們的公共牌區 2人遊戲是橫4直3 而3或4人遊戲就是橫4直4 以及要記住 在左右兩側的牌要面朝上 中間兩行的牌就要面朝下 每位玩家派發5張手牌 但是拿牌的時候都有規矩的 必須要逐張逐張來 而新得到的牌要放在接近自己的位置 正式開始遊戲了 我們會上時針輪流進行 在一個回合裡面 玩家需要按次序做四件事 第一就是拿手牌 第二就是調動手牌的位置 第三出牌 第四就是檢查公共區域 必須在公共牌區的其中一個環行 最左方或最右方開始拿 注意 新得到的牌 同樣地要放在手牌之中 最接近自己的位置 玩家必須選擇一張手牌 將它移動到更加接近自己的位置 而移動的幅度是沒有限制的 在說怎樣出牌之前 我們先了解一下一張牌的各項元素 在它的正面 會看到它的顏色以及它的數字 而背面就會顯示著 它是屬於1至6又或者7至12 這個回合你要出的牌 數量就等同於 在行動1之中你拿牌的數量 注意 必須要將手牌當中 距離自己最遠的牌 逐一放在自己的展示區 而如果這一款顏色的牌 是首次進入展示區 就不會有特別的事情發生 但是之後就會有額外的規則 同顏色的第二隻牌 如果它的數值差距 和第1隻牌不多於3的話 它可以正常面朝上打出 並且決定這一項顏色 在你展示區之中 是屬於遞減或者遞真 若果第二隻牌 以及之後打出的牌 不符合以上的條件 你就要將它向其餘的玩家展示一次 然後面朝下這樣 放在序列之上 當一個序列出現吸背朝上的牌之後 如果它是屬於1至6 你可以將它當作1至6任何一張 同樣地 7至12就是7至12了 若果公共區內 剩餘的牌不多於3張 就要進行補牌 補牌前 所有面朝上的牌 將它移除 而面朝下的牌 停留在原有的位置 將它反轉 再按一開始的規則 將公共區填滿 如果是2至3人遊戲 在你的展示區當中 有一個序列 出現了4張面朝上的牌 恭喜你 你就可以得到一張Goodshot卡 而如果是4人遊戲的話 3張就拿得了 記得在先到才行 在補牌的過程之中 若果出現了日落牌 將它放在一邊 繼續完成這一次的補牌 之後所有玩家 都要執行以下的行動 首先 大家按照行動2 調整手牌的方法 移動一張手牌 然後 大家要將手牌當中 距離自己最遠的兩張牌 陸續打出 留意 當日落卡出現之後 遊戲就會進入黃昏 而大家都不會再得到Goodshot卡 遊戲繼續進行 在任何一次補牌之後 如果牌庫的數量不足4張 遊戲就會進入完結階段 所有的玩家 執行一次調整手牌 之後 就要將最遠離自己的兩隻牌 按次序打出 接下來就是計分玩之 在你的序列當中 面前上的牌 都可以根據提示卡上的指示 去換取分數 而每一張面前下 也真的反轉的牌 都會令你扣2分 至於每一張的Goodshot卡 都會令你帶來5分 總分最高的玩家獲勝 如果同分的話 就由擁有更多Goodshot卡的玩家獲勝 都還一樣 就由序列較長的玩家獲勝 都還一樣 那就恭喜你們共享勝利 Sashi果然沒有令我們失望 在這款Win the Theme裡面 第一樣要讚的就是 那個Artwork 美術設計 可以說是採取了 他們以往一貫的畫風 的同時 其實每一款顏色的卡牌 都有一個獨立的主題 例如黃色 就是以飲咖啡作為主題 其餘的顏色是什麼 讓大家自己去發掘 第二樣要讚的 就是每一張卡牌 其實都是有Double Layer 摸上去 會有輕微的凹凸感 當然 我們可以從這些細節 感受到日本人去打造桌遊的時候 在任何的細微位都非常非常用心 希望給大家最好的遊戲體驗 而第三樣也是最後一樣 我想讚的或者分享的 就是它的遊戲玩法 其實它移動手牌 以及必須在最遠的位置出牌 這樣的機制 是為了玩家帶來很大的限制 當然 其實這正正就是遊戲的好玩之處 是它要獨立去思考策略的地方 我相信Gamma 絕對會非常非常受惑 整體來說 是個好玩的 這款Win the Film 一開始去學習的時候 的確不算太過容易去掌握 以及了解 但是玩下去 玩順了之後 你就會明白到 也感受到那種策略對抗的樂趣 而且它還有進階模式 就留待玩家們自己繼續去挑戰了 今次的介紹來到這裡就要結束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See you next time